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立中華大學榮譽教授張立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今天的獎題 背著書包找史料 各地檔案款尋寶 那首先我們請國立史文化學社 比方上社獎來說幾句話 謝謝 張立教授你好 各位朋友好 今天非常高興有一位老朋友張立 對我鼓掌 我記得我當初訂的題目 好像比這個多幾個字 穿著短褲推著書上去找史料 實在 我想當時如果寫實一點 已經是穿著短褲到舊房 這個真的是 我們那一代的朋友同事 都是到海外 包括政府大陸去找資料 這個找資料裡面有很多 是不同的檔案款 不同的經驗 我記得2016年大概是 我們在台北開了一次 我那時候有預感就是我們海峽兩岸 好像快要斷掉了 這個就開了一次座船 這個邀請海峽兩岸的朋友 一起談一談這個交流 三十年的過去的一些感受 不過的確開完了會以後 書差很多書不來 這個結果也果然斷了 這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正常 不過這個因此張立教授今天所講的 就是近代史裡面的古代史 因為他所講的實際上 是找了學習經驗 現在年輕一代的同事 他根本沒有機會 也不太可能像我們以前這樣子 背著書包或是穿著短褲 戴著立帽到處跑 這個的確那個經驗其實蠻好的 張立教授是我們近代史的老朋友 老同事 他個人最大的貢獻 第一個他是研究外交史起家 然後後來有些國典跟中國的關係 後來他又搜集了很多資料 所以他的知識範圍非常的廣泛 張立教授看他今天穿集裝 有點失穩的樣子 實際上他會打籃球 而且籃球打得很好 另外一點是張立可能會唱歌 等一下搞不好他會穿插幾首 而且我想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人獎勵非常深重 因為他大展示的照片 其中有很多是當年的記憶可以換回來的 所以可以說是非常精彩的影響 我們現在就歡迎張立教授 謝謝館長 還有謝謝在座各位來賓 今天我報告的題目 原來我以為不是這麼龐大的一個 讓我負擔很重的一個題目 原來我們想到 因為剛剛我們館長講到 說是在2016年我們開過一個會 就是兩岸選手交有30年的一個會 那個會議其實開得滿精彩的 那我自己提過我們影片想文章 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從我怎麼樣去接觸中國大陸 從我們這種在台灣深圳人 怎麼去接觸中國大陸來寫起 來談一些事情 那場報告的時候效果很好 因為尤其大陸的學者 他們看到我們這種第一次 所謂的初體驗的那些情況 他們覺得很好玩 所以效果還不錯 大家都參加會議的人 大概都記得很清楚 所以館長就一直說 大概把這個 因為報告完再報告一次 那客戶也是這樣說 讓我再報告一次 那我就拖了很久 我想先這個 後來終於同意說 我來試試看 所以我本來題目比較簡單 應該算是 飛著書包到處跑這樣子 或者飛著書包走天涯 結果沒想到 飛著書包不能亂跑 還要去找找案 所以就比較辛苦 所以在做一些整理 那我先談一談 我在這個文章中間 我是分幾個部分來寫 第一個就是 我用聽見中國 整個文章叫做 看見中國 看到中國 然後一個是聽到中國 我回第一節 聽到中國就是說 其實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小的時候 我們充滿著愛國的教育 是我們的課論裡面 就是以愛國為主 然後會說 殺龍之共鬼多壞多壞 現在的課論我都很緊 那 就一直講一直講 可是 我們也必須照那個去對 去理解 可是實在很難理解 有的時候我就會很差異 就是說 那個萬樂的共匪 跟苦難的大同胞 到底怎麼分 我是說 萬一 萬一 我不幸打死 這個苦難 太大了同胞 其實 是萬樂的共匪 我們應該對付的是 萬樂的共匪 所以 我常常會覺得很奇怪 不過不管 我們還是得照得中 可是我們小時候 有的時候 我們家住南部 左營 那個地方都是軍事要定 所以在軍事要定 可以常常聽到大陸的廣播 福建前線網路電台 還有中央人民網路電台 我們在偷聽 偷聽完 當然自己在家也不算偷聽了 聽了之後 就 不要跟人家講 這種事情比較傻傻的 真的有人會講 我一個同學聽了之後 他就說 大陸的音樂好羞壯 然後大陸的青年節是5月4號 不是我們3月29號 結果他寫在洲際上 後來就全校開始展開調查 這是他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一堆人的問題 後來調查了一個禮拜 沒什麼事 我都是聽這些文革時期的一些廣播 當然他們常常放的裙子就是東方 所以還有大海洋經靠鬥手 所以原來我在那個時候 就把這些靜歌 不是靜歌 但我們在WX每天都唱的歌 那我就把這些歌都學會了 只不過因為聽短播的關係 所以他們裡面的內容 有的時候我分不清楚 就不知道他們在唱什麼東西 然後呢 還有一些就是 雙方呼籲對方的空軍 架機來歸 中共空軍弟兄們 怎麼駕駛米格15飛機來歸這 重賞黃金多看兩者 那我們這邊是這樣子講的 他們都是主要蔣軍弟兄們 駕駛F1公司 這首好像剛剛有吧 那反正是駕駛來歸這 也是賞口 就是每天聽這個好像不疲倦 就是想去记得一些飞机的那个型号 只有如此而已 没有别的气度 这个阶段当然是我所见 我所说的这个听见 听到很多 那那个时候能够 还可以偷偷听到的 大概就是开始有一个 1970年代有两株的小飞机写动曲 大约会有机会听到 我也是那个要偷偷地听 还有一些活跃 我记得我爸爸买的一些活跃的唱片 叫《三明夹学乡曲》这些东西 后来听起来也蛮好听的 我是出版那个唱片的叫《女王唱片》 老板就给抓起来了 那好像也没什么时间 没有什么机会见到真正的大物光 我见过的只有一次 是见到了范园院反共医师 真正的价值起义来说的 他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来演讲 他是史传人的 他讲话非常流利 那什么都敢讲 然后我们的学生也什么都敢问 反正大家呼吁呼吁就把这一档过了 因为他其实只是一个军院 比较跟行员 你问他那个小学教育的发展什么样 这个东西我比较坚持 那我到了美国 1982年我到了美国 那时候也有一些留学生去 有一个朋友跟我还不错 到现在就联络了 这个朋友是武汉大学毕业 是南宁人 我们大学毕业 后来就去 他就一直跟我讲 他说我是考上了Gaspier 我是什么Gaspier 他说就是这个 正到杨胜林 他们考选的一些 是指非常优异的学生 到美国来读书的 他就到了恶大物理系 他说我是七七级的 我也不知道其实七级什么意思 七七级其实在大陆的教育体系里面 他们算是特殊的一群 他年级也很大 所以他七七级他就告诉我 我们七七级是最勤奋的 所以叫勤奋的七七级 我看到狂妄的七八级 七九级我忘了 然后无知的八零级 就是讲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他后来台大课就有可能还见过 其他人我大概很少知道 有真正的大陆的风光 那么后来 后来我 我终于看到了大陆国图 跟大陆同胞 这个是在哪里呢 在1987年我参加了一个叫做书展 就是到香港去办一个书展 因为我以前在红范书店做事 那红范书店他们上去 我就打完电子了 就加入他们去香港 其实我们到香港没什么事情 我就在 我就利用一天时间跑了一趟洛马州 那时候我知道这个地方 因为有一些文学作品 他们有写到过马州 原来那个是靠边境 所以我一直一路换车 最后是走到这个洛马州 这个地方旁边还有英国军队的树打 所以从这里看过去 可以看到深圳的发展 就那个时候大概刚刚开始发展 我们可以看 就是算是左下的一张照片里面 有铁丝的一个围篱 那个围篱大概就是围住了香港跟深圳 铁丝有一条小河 可能就是深圳河 这个是我猜想六人过之一的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在那幻想的 那它的 我想了大概是1961年1962年的时候 所谓的大陆逃港难报 大概就是在这块区域 他们翻过来 因为是三年困难期间 很多人甚至从湖南或者是广东 跑过来了 然后到了香港之后 香港政府又把他们抓起来 再送回去 那台湾这边就接纳了一些人回来 所以是当时世界上很大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觉得自己可能有点无聊 跑去看对方大陆的 我以为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个情况 这样看过去 那右下角呢 是我们这个团体后来到澳门去一日游 一日游它还有一个旅游点就是公佩海关 尤其台湾的人都喜欢看到 它是大陆的还是穿举服的 它里面是海关服 就是说我们一起找个相讨 大家就跟他们 他也很友善 就是说回来玩嘛 回来玩回来 跟他办很多手续 就是87年的时间 那边我所看到的深圳 还有只有看到澳门 澳门没有看到里面去 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看到 它那个有一些车子 从那个海关里面开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澳门是 是那个驾驶是在右边的 那大陆是在左边的 我看那个司机一出来的时候 他马上可能从左边换到右边 然后他就拿着手 我十分佩服 好了 1982年 这个是我跟我几个同事 到香港去参加一个会议 然后在那个会议中间 另外还有其他学者 那有一个学者就说他要去大陆 其实我这一次去香港已经预谋说要去 也想去大陆 可是心情还是不肯定 所以呢 我就想说我要是去大陆之后 说不定回来就被抓了 所以我就想说我买一张飞机票到汉城 然后再从汉城买到台湾 就表示说我忍过 我是从汉城韩国回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到香港 我还是有一步地做 我是不是要去大陆 那我就碰了一个另外一个民间的学者 我说 因为他是帮人家做主谱的 那他说他去一趟大陆 这个时候民间的人可以去了 然后我们这些公务员能不能去 还不太清楚 所以呢 他就说他要去 然后他就鼓动说 我们两个人去去黑友的道路 所以我说那就好吧 我就答应他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做那个叫做 就是一个港 从香港自达的直通车 直通车到广州 所以说我踏进大陆的土地 是广州车站 然后中间没有停的 所以就到了广州 那走之前呢 我们这三个同事都跟我说 都跟我说 你就放心去吧 我们绝不绝结局你 绝不告你 你够意思了 这是当时弄的财报证 这是办法的财报证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财报证后来 后来变成一个成本的 那这上面可以看到 他的左下角有一个 明诺塔相机两台 我带了两台明诺塔的单元相机 还带了两个镜头 以前年轻的时候 很改 一定要带一些好相机 结果现在照着这些相片 没有好好保管 现在都褪色了 也很遗憾了 那这个财报证之后 之后他都要收回 可是我们第一次去 他没有收回 这个是第一次的 那第二次的时候 就好像是到了八九年了 去大陆 我看看这一次还是八八年 所以他没有收回来 那所以准备去大陆 当时大陆 我们都知道用的是外汇券 主要是用外汇券 你的美金呢 要换成外汇券 有的外汇券 有的外汇券 就是你是淘宝 你是外地来的 外国人 你觉得应该是 要花外汇券 可是它跟黑市 是有一个差价的 当然我们希望拿的钱 作为点 所以 我们就想办法 就换一点那个 人民币 人民币就不能换回美金 只有外汇券 才可以换回美金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那个名价 是 这个 这个是1989年 在上海 我们换到的 差两块钱左右 那 这个是 外汇券的几种类型 那我们就在 我就跟那个朋友 在 广州 买了黄油票 因为 所有的那个 卖票窗户 都是人 都不知道怎么起 然后我们在广州车站 上了厕所 第一次 我们就 终于知道 厕所是没有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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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觉得说 嗯 那个 国民党 好像 比共产党 做得还好一点 那 用这个厕所来看 当然现在 这种状况 几乎没有了 所以 我们就上了那个 火车 那火车 那个 我们跟两个老兵 安清的老兵做 对同一个 软卧的 车厢 那个车厢 那个车厢里面的 电风扇 不会转 所以呢 他就去照 那个 这个老兵就叫 那个战伍也来修 修 修 修的时候 那个 那个战伍也就说 哦 他不转啊 那我们火车来的时候 他已经转了 懂吧 就是说他一直都不转 真超级 可是还是 就好像后来不知道怎么弄 他转了 然后 这个老兵换钱 就跟那个 就是 那个列伤员 换了 所以那个 我觉得那个 他的 他能够 赚了不少差价 越车越大 当然我们在旁边 也不便说什么 就 红车 就到了 长沙 我们为什么要坐这辆车 为什么要到长沙呢 我那时候想说 到了广州之后 听到了好像还是广东话 广东话跟香港一样 好像没什么差异 我就想说 我们来找个地方 一天可以来 一天 火车一个晚上可以开到的地方 那我们想着说 也可以到江西 可是江西的火车 这边 到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江西要翻阅 我们秘语课本常常考试的 比如说五里 拿五里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火车通过 所以只有长沙是可以一晚上开到那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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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搭了这样火车 就到长沙 那这个是经过的 湖南的一个地方 也许 我因为觉得 这个地方都是古房子 房子相当的漂亮 可是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菜标 或者他们放得下来 当成历史物籍 如果当成历史物籍 那就对了 还有这个古城的 这个卫照 然后我们到了长沙车站 长沙车站 我后来把这张照片 给长沙人看 他们说怎么都没有人呢 车站应该都 前面的广场都挤得要死了嘛 他们不相信这个长沙车站 其实当时真的没有什么人 这个前面广场叫做武艺广场 他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武艺大道 然后我就去买地图 因为我很喜欢收集地图 我倒在一个层 如果我没有买到 没有买地图 没有拿到一层地图 我会焦急不安 就是我不知道自己人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就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经常买地图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都用手机去找地方 谁给你用地图 所以现在还蛮难的 我最近一次就几个月 几个月前 我们去了大陆 我只有在昆明买到昆明地图 和云南的一个地图 其他地方就买不到 而且以前买地图 是在出口之战的时候 就很多人跑过来 抓了你说地图地图 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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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走到设法擺脱 我通常也不太在那边买 我的策略就是 我下了车站之后 我先拉着行李 先走一段 然后再回来 再往回走 走到车站来 这样子我会感觉到比较安全 因为我走回来的话 好像觉得我是当地的那个城市的人 所以不要灭组危险 这是自己的 应该有一点道理 我们在长沙也就是瞎逛 这里我们当然往上去 六路山 有名的六路山 这边还有一个爱婉坪 我们要去看一看 经过的地方是湖南大学 结果就看到学生在卖这个饮料 那我们就去买个饮料 然后我们故意想说 跟她聊聊天 这个我们去跟她聊天 然后再告诉她 我们是台湾来的 他们都会很高兴 然后都很愿意跟你聊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有趣的经验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合照 一张照片 然后你可以看他们当时穿的 都是这种短裤 然后穿着凉鞋 有些人呢 凉鞋上 还在穿了一双袜子 就是差不多这样的 有些学生 反正不去行事的 他们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要了个饮料的时候 他们就说台包 我们请客 我就说不用了 赚钱不容易的 这个是在岳鲁山上 我看到一些碑 因为湖南有很多革命党人 他也有很多一些革命党人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 人物 就通通被打断了 或者是鱼酒之修 我另外看到的是 叫很陈天华的墓 那 接着呢 还有黄兴的墓 黄兴的墓 还维持得比较好 那这个呢 是张辉战的 张辉战是一个共产党讨厌的人 后来把他砍头了 这是他们的 可是我没有进去 就在外面看了 整个字都抠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世界各地的警察叔叔 都是那么爱护老百姓的 人家爱过书 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幼儿园 看了上面三个字 到底是庆六一 还是一六庆 我在那边想了半天 不知道 不知道他的什么意思 后来才了解 他是庆六一 六一是儿童节 对吧 然后呢 左边呢 那这个是毛主旗的像 说 我是用的 用的 华中师大的 华中师大的 有毛主旗像 上面有一些翻文 可能是我这个照片 或者对色的 有点光 湖南大学 我们一到湖南大学 就立刻就看到毛主旗的像 好大一个 然后右边呢 也是跟毛主旗有关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后来一个人逛 我一个朋友 他他比我先走 他就是到了 他去西安去了 他去送这个 他所编的 一些念符啊 然后 我还待在那边 我就按照地图去找 我在地图上甚至看到了 假仪故居 我想是真的假的 假仪什么时候的人 你现在还有他的同事 所以 我就没有去 我也 其实这个经验 后来我去那个 岳阳 岳阳我看到 上面也写过武术的幕 我那是找到武术 也蛮好玩的 我就问路 然后各个人就说 因为根本没有武术 没有墓 根本没有 别去了 所以 我想 这个 有一些 地图上有 它不一定真的有 可是有一个地方 确实有 就是 叫做 第一师范 第一师范 我就想 这个地方 是应该去看一看的 武器 这是 应该这个共产党有关的 你自己看 就是 那个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以前 在这个地方 读书 所以我就进去 其实你想 一个外人 想要进他们这种学校 实在不容易 那我就 我本来想说 跟他们说明一下 就我进去 进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人在睡 睡觉 那我就 踏而防止的 就这样子进去了 进去之后 就去 看到毛泽东 在教室 他的位置 这个 这个都有 外面都有指示 然后看看这个 就 这是一口井 我们 它上面写的 毛泽东 年轻的时候 就是经常在这里洗冷水 冷水长 锻炼起 天然不拔的意志 他大概跟我们 讲过 受到的训练 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我在那个 长沙的 长沙 我回来就问 问那个谁 我们 秦教义 我就说你们长沙 到底怎么念 他就正确地 跟我们念 这个 长沙 我说哦 原来是这样的 那边就跟我讲说 你到我们这边玩 为什么不去 张家盖呢 张家盖 实际上 我在那个时候 根本没听过 张家盖 后来也知道 是一个 那么漂亮的地方 那 我回来的时候 就在广州 在 住了一个晚上 因为我在火车站 火车上又碰到了 一个 一个老鸣 那 下山之后 他就说 老弟 我们要不一块住啊 好啊 后来 他就说 他要去一个华侨饭店 华侨饭店 就是在 左边 就是左上照片 的 这个旁边 那 后来就拆掉 那 那个 那个桥呢 我以为 我认为是海珠桥 我 我总会想到 我看过的书里面 我们的海军 在 驶过海珠桥之后 就把这个桥给炸 在1949年 的时候 那 我自己瞎跑 就跑了 当然 黄河岗一里去 第二个就是 19 19陆军 纪念碑 那些19陆军 这个故事 我们在台湾也是知道的 可是后来他的故事 就不太提了 因为 他遇到初遍 不过我想 他们 他们这个 在 抗日的那个段 或者在上也抗日的 还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算是去 停掉 停掉 那 广州车站看起来 好像没有太多人 不像以后 大概 90年代去的时候 广州车站的广场 几乎都是人 没有太多人 接着 我到了第二年 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就是1989年 各位知道 1989年发生了什么大事 可是 我们大概到三月 四月就开始 准备再去大悟 而且我几个 有三个同事 比如说 跟着你 跟着你 你去过 所以一定没有问题 那时候还没有六四 我就说 好啊 我们已经去 结果后来 六四的情况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危险 那我们就 就 有点犹豫 可是那个时候 要跟我去的是 徐雪姬 徐雪姬徐老师 他正好在日本访问 那他要 他对于安排好 就是说 在上海 会有人接待 那 是一个 他在 他在东京认识的一个 上海排盟的 一个算是副委 副主任委员 这样子 然后他说 他可以安排人接待 说他想 想去一趟 另外一个就是 谢国欣 跟我们一个 图书馆的管员 那 那 徐雪姬徐就跟我 一直在联系 说到 到底去不去 那 当然我 我太太这次也是 很紧张的 他强烈要为我改去 他觉得我去 会 吃苦无悔 所以呢 所以我到最后还是去了 而且我这个人 就是那个时候我去大陆 我绝对不打电话回来 我一跟他说 你只要出了事情 报纸上会登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陆那个时候打电话 大概要排队两个小时 上次电话 到游电局 如果一个人在那排队 一个人在那排队 所以很辛苦的 所以 而且我相信大陆治安 应该都还不错 所以我就比较 松懈一点 所以到1989年的时候 我们还一直沉寂 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 我们是住到 叫做 也是华侨 华侨宾馆 在黄麻厂这个地方的 然后住房是165块 我嫌贵的 因为我前一年去长沙的时候 住房才50块钱 两个房子 我说这165贵的 后来我叫他帮我们换 换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盆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 然后住在一个好大的房子 曾经 曾经 好像是 以历史的 人事馆 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非常满意 也麻烦他们帮我们去 换了这样的房子 那我们住 住在 刚刚第一天我们住在华侨宾馆 或者是华侨饭店里面 然后早上那边没有 没有饭吃 所以我们必须出来 找饭吃 出来就是找地方吃饭 结果在上海 我们一出来的时候 去那个饭店 我们找到哪一家呢 叫龚德林 龚德林是吃素的 所以它有面 然后我们说好 我们来 听着来一碗 每个人来一碗 一共四碗 那个小姐说 你到底要多少两 好我在想 对对 是 是那个 应该算几两 那我们说 那一碗大概多少两 她说二两 那她就说 那两票 我们说两票 我们没有两票 因为我前一年去长渣 她的时候根本 就是全国是找那个 各级户 买 所以他们不收两票 他们就能币也可以了 就是到这边 跑到一个公家机构 那个 要收两票 那我就想 这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们三位同伴一样 怎么办 我不能说怎么办 是应该的 他们问我说 你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那我就想了一想 就去逃吧 我就山出马路上走到对面 我就说 有个人推个车子过来 我就把他拦下来 我就跟他说 我们是台包 很可怜的台包 我没有进去吃饭 没有两票 那是不是能够卖给我们一些粮票 他说 不要 这个我给你 我有 我有很多的 这个粮票 因为是上海的 上海的 所以他就 他就 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一些 我后来才记得 就是上海的粮票 管制这个粮票 管制这个人口的精神 特别是 他还有 还有那个 就是 什么衣服的 那种粮票 或者还有 国产粮票 这些都有的 因为上海管的 这个粮票 那他就 他就给我们一些粮票 我说不好 一次嘛 我就塞给他两包 这个键台相应 叫Pen 担给他 然后就问他 这个 这种粮票 是怎么操作的 他跟我们聊了一下 好 不得了 进去吃饭 就进去了 之后 这个里面的服务员 看到 哎 我们有粮票 没有人币 他就说 哇 您真有办法 我们就 每个人叫了一个人来 就是 所以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当时 使用的粮票 我今天带了 只有一张 那个 右上角的 那个是 上海的粮票 其他是 后来去北京 他们去报我们准备的 也有那个山东粮票 是我们老家 反而准备的 我们老家一准备 准备五十张 我根本用不到 而且那个 那个格度又大 因为他们 我们是农村嘛 农村里不能不需要 有粮票 所以 所以 那个 那个 不过他们还是给我 这个 我们大概吃完早饭之后 因为我们有一个任务 就是 我们所里的老首长 宇世强先生 说 你们要去上海 帮我带几百美金 给我个老师 这个老师是戴发生 青岛时候的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对他们的学生非常好 而且 可能他有一点情绪的关系 他也对他们的学生非常好 站在中间的高客 然后 我们就去找他 他住在南市 然后 然后 当然我们想 宇先生 跟他的学生 有这样的心意 我们一定要帮他发生 就给他送到那边去 送到那边去 我们就讲了一下我们的情况 我个人是感觉 他很想跟我们多聊 可是 我们外面有车子载的 又有盘盟的人等我们 所以 所以我们就 离开 当然 这两位 他跟他戴的线都不在 他们住的 上海的房子 非常非常地小 可以看到我们同去的四个人 徐老师在右边 那我旁边的是谢国欣 还有 另外就是一个我们的 主持板朋友 可以看 这边可以看到 左边这一张 就是我跟谢国欣照的 有没有一点像蠻魔 好 先来跟打腕也穿 好 我手拿了一张 好 我们去了一趟 上海 上海市场安馆 其实我们 其实下飞机的时候 当给我们一张行程 我们看了一下 我们发现 他跟我们安排 要去看看一大会 可是我们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的 我们去一大会 不太方便 我说我们以后去 所以这次不方便 其实后来一大会主 跟那个馆长还蛮熟的 因为他来过 我们其实说 全是访问 软齐的访问 就是某一个 某一个 馆长 另外他跟我们安排了 去鲁迅公园 我想这两个地方 我们可能都 鲁迅部是不是在那边 我不太清楚 我们总是觉得不太方便 那我们就说 那两个地方就不要 我们设定外两个地方 第一个上海是答案馆 第二个呢 就是 复旦大学 我们跟复旦大学历史系 所以我们在答案馆 参观完之后 读一下名口 照个箱 那左边呢 是我们吃饭的那个地方 我们终于吃到一个面了 在这吃面 是功德里 我后来第二次去鲁迅 在上海 一直要找他 他怎么找到呢 这个是在上海港案馆里面 跟他们的 他们的一些同仁和王 那 这些同仁 在当时他们放了一卷 我们叫录影带 放了一卷录影带 给我们看 来介绍他们的 就是档案馆的情形 这个档案馆是在 不是现在的档案馆 是在外滩那边的 是在叫汇丰银行的 那个地方 那他们放那个录影带给我们看 看完之后 大概只有五十分钟吧 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好像不错哦 我们是不是可以 带回去旅客 他说这个要卖 我说多少钱 他们就商量半年 两百人民币 反正我那次去的时候 我那几个同仁 主要就是看我怎么样 还要应付这个场面 那我就跟他说 我回台湾去跟我们领导商量一下吧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再来买 然后就看到了 我下来就说 卖那么贵 这也是跟档案有关的 那我们在离开上海之后 就去 南京 南京 当然要去第二级是南京 到南京也是有台链的人接待 不过他们接待任务 我们下来就是帮我们接到旅馆去 他们带我们去那家 距南岸不远的一个旅馆 那个旅馆 我们搭电梯上 罗路的时候 我们发现 那个 那个车厢里面 有一条绳子 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问那个小姐 那里面有个小姐 有服务的 她就说 这个是电梯停的话 我们可以躺出去 好 我说了解 所以这个时代不一样 那 后来我们就去第二级是南京 第二级是南京 我们走到了门口 就一直 就是 因为她门口就是解放军一战 所以你就 我们不知道找谁 找谁我们也不知道 南京馆 我们就以为可以直接进来 先休息一下 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结果呢 她就让我们进 后来我们再翻 这个小条子 记下了 万人员 不管长 她是不管长的 万人员不管长 然后我说我们就找她 这个新考是那个 富丹大学庆祖的 叫黄美珍 留下来的 然后我就去看 看那个 就去 原庄 我们去找 万人员先生 好 后来他们去找她 就来见我们 听我们的时候呢 她说我今天不能跟你看 不能不能 因为 我们还要学习 因为六四之后 学习改为两次 本来一次改为两次 我们这个我们也认为 所以大概约好了 三年 两天之后 我们再来 万人员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非常 非常客气 而且在管理档案的时候 这个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这个是万国人党房 在我们也参观 这个他们的库房 就是二党管的库房 他就说 这个铁门啊 就是国民党党史会的铁门 他们一直保护这个铁门 我们其实在 叫做 我们在南京 就是停留了几天 后来下一站是到了铁门 这段路程是非常波折的 波折的主要是在 我要怎样上 或者到铁门 我们没有买到到锦南的软卧的票 所以我们就想到车站去混 这个时候谢国欣 就是他离开我们 就是他去安徽河北 他是真正去看档案去了 那我们还留在南京 那我就想买不到票了 那我就到那个车站里面去 问问站长 说能不能帮忙塞进去 他就说 后来 他熬了很久才就说 几点钟有一段车来 你就上去 那个几点钟这段车的 我想那个车长是认识他的 可是那个车来得太早了 我们那个时间 我们觉得还可以再逛一下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算了 我们这站不达了 我们就去再玩一玩 其实我心里很坦涉 我根本不晓得 晚上该坐什么车 后来我们就去 走了几个地方 最后呢 就去过长江 到 从 就是 下关 到 浦口 所以我们就过了 那个火车是从同口开的 开在哪里啊 开在七七哈尔 我看着七七哈尔的名字 我就很急 我想到小时候有 我们就念到一本 课文里面 就是 国语课文里面 就念到一个就是 两只老鼠在江南找不到吃东西 然后他一路找到都找不到 都找不到 后来到了东北 也找不到 最后到了西七哈尔 啊 找到了 满 就是满坑满谷的粮食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个 共匪要拿去送给一个 俄国大福祉啊 就什么 小时候就念这种 没什么道理的这种 课文 可是七七哈尔就记下来 那这个车要 七七哈尔 那怎么样 混音车在里面 我们还是 花了一点心思 去找了他们的富难党 然后说明我们的无助 我们还是很 很这个 就是很需要帮助的台胞 需要 请问他要怎么办 他说等他 这班火车来了之后 你们就跑去跟那个 瑞苑那些车员说 我们要上去 就直接上去就行了 上去补料 我说好 终于等到火车来了 结果我们要上车 那个电视远更不让我们上 我说 我们是 我们就是台胞 从台湾来的 我们想上软卧 他说软卧 我们这个车 只有四个车上的软卧 也就是说 只有应该算是隔间 只有十六个床 根本都卖光了 没有女的 那我们怎么办 我就一直在那边 看到猫头还没有开车了 他突然说一声 上来 你上来 我就说好 赶快上来 上来我们就站着他的 他有个休息室在那边 我说 到底能不能帮他忙 他说没有问题 我带我给娘子来 你 他就说换个钱 就是什么 换钱 换外卫卷 他就叫我换外卫卷 我说换不卷 我没有外卫卷 我说我们另外两个同胞有 他就换多少 他说换五十块 五十块太少了 不知道我们一讲出来 后来我就跟他换了 他就给我们找三个 三个硬卧的 就是上中下 徐也计 我记得是上和上 中间是一个 底下是我 就是这个车子 大家觉得 终于安定一下 结果这个车子开了行中 然后 贴妈拉上来一个月 就把下层跟中层的位置 给拿走 那我们就很可怜 可怜台包都坐在床边 他们就是有一个小椅子 就坐在里面 然后 那个站部 服务员也换 到徐州就上来一些服务员 他们讲的话 一个字都不懂 所以他觉得 为什么全车的人都是在睡觉 你们两个坐着窗户 他要了解一下 后来他就去了解一下 就跟我们找两个床位 反正是他们自己的床位 因为我后来起来之后 他就去床 后来怎么样 一夜五 几乎没有睡 就到了景南了 到了景南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济南的火车站 这个是德国人间的 非常漂亮的人间 可是在之后 这个 竟然被拆了 这个当然在山东 引起很大的争议 最近 大概最近一两年 他们又在讨论说 再把它建起来 可是有些人就非常反对 说这个问题 太后太后 建起来是一个新的 都是以前的一招 所以 我这个照片 竟然我还照到 留下来 觉得还蛮珍贵的 另外一个老头 是在青岛 我也照过 好像不知道 到哪去了 我们是一个老师的妹妹 住这边 一会先生 他妹妹 就是住这个地方 过去 就是 请他帮忙他 把行李放他那边 然后也是随处逛 去山东主要是 要回我的老家 所以我们先逛了一下 去了一个叫做 天下第一拳 暴徒拳 你看里面 差不多是没水的 他们因为工程的关系 水都没了 不过现在的暴徒拳 非常漂亮 年一年我去 他们就全部弄好了 那我这边讲 因为我们去过 爬过泰山 爬了两天 因为中间就回来睡觉 太累了 然后再做车子长 中间门 然后还去了 爬过泰山 去了屈府 去看那个 我们跟工资有关的一大堆 还封了一个工资的后代 他就做了一个地方 一个 就像盖帮的一个长毛 他就说 我是 空子 第六十九代 就做了一个地方 我也不敢去跟他谈 那 主要我就是回山东的王家 我们那个车子从井南开 开了就碰到一个尸体 就是有火 路上有车子燃烧起来 我就退回来了 退回来 后来和没多久 那个战长就叫他戴坎 戴坎 戴坎在哪里呢 因为他那个烧的地方 是在火 就是黄河的墙上 所以我们就得走渡口 所以我第一次走黄河 是走一个渡口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这边转 在这边转就是转了几个小时 然后做他的渡团 你可以看到那个渡团的样子 上面也塞了一堆汽车 到对面前 然后那个车子呢 在车子上 我们在看的沿路上 突然看的那个地方就是 像个集市 我们读历史课本 他们的研究都知道 集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积极的有交易的地方 还有我看了一个集市的状况 我赶快拍照 可是我都没有办法下车去逛一下 然后我去的地方 到了我的县 在这里面是惠宁 然后惠宁 惠宁再到这个地方 叫做瑜伽寨 沙窝江 沙窝江是张村 那右边这两个小孩子 这是再多几年我去的时候 帮他们照的 右边也算是我的侄子 就是女儿我也知道 算是什么被分 那在那边 就是你可以看到是 就是完全农村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 有牲口 他们每一家有一种牲口 在农村里面 那有些家是养牧 有些家是养鱼子 左边这个小鱼 小毛鱼 然后还有就是我指 大概基本上是单独的牲口 如果需要什么呢 可以互相借的 那那天呢 那天我们突然在那边玩那个牲口 觉得很好玩 台北也没办法玩 玩那个牲口 他们这个村子里的人 就把他们家里的政府全部全部牵出来 给我们玩 这个 台包玩这个 这个 就是板鱼箭 对他们来讲 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娱乐 这个 我这边多选了一些在我们那个牧村的照片 这个右 左边呢 你看我跟一个土堆照相 这土堆是什么呢 是一个毛坑 这是一个毛坑 这个毛坑 你可以看到 据我们那个徐选基老师的 他的简念 他就说 这个毛坑很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在外面上的厕所 常常是没有门的 那个甚至 隔间 这个隔间的发行都没有 我们在北京等 真的去 有一次在北京 我带他们去找一个厕所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用厕所 结果他们进去 马上出来 他说 我说你们干什么 好不容易找到以前 为什么不去呢 他说 都不仅没有门 他们两个人还在一起看报告 他觉得 那个就很难 我后来只好 带着他们 起车去找一找那里 找到那个天国饭店 那 在我们那个厕所 我看到的 就是那种社区 而且 每一家都有 他说在他外面 有一个 田里面 应该不是田 应该是住家的附近 都会有 然后你去每一家 都可以 所以我直接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直接觉得蛮好的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亲 不知道 那右边呢 是 我们在路上走 然后 看了一位老先生 这老先生就 看着我 我就看着他 然后看着他 他就说 一说的一句话 就说 你回来了 我就说 回来了 那 他应该不知道我们谁 或者他也不知道 或者他听说 因为村子很小 那 可是就我来讲说 我好像并没有从这里出去 可是我爸妈 就是 你回来了 这话 你解释 不过我相信他是很好的 遇见他 这里呢 可以看到村子的路 这个路 齐齐无脱的 可是 现在应该是不左右路 所以他们还是进步的 比较慢一点 然后 右下角呢 就是 我每一次 每一次去山东 这个老家 都没有一只猪照样 他们就有个杀猪 就是杀猪 我每次觉得说 你这样不要 不要杀猪了 随便吃吃 我想吃窝窝头 他们从来要给我吃窝 然后 他们总之要弄一堆菜 说实在 我也吃不了 而且 每次都喝酒 喝很多 那 这个是他们的 杀猪 后来 后来我发现 他们杀猪之后 会给他 分开来 然后送给亲友 其实也是一种共享 所以 我后来也没有什么意见 左下角呢 这个看不太清楚 上面一个牌子 叫做五好家族 就是 我这个老家族 是 是 五好 就 五样 五样的 这个 就是 什么 什么 什么特别好 脖子气的一样 叫做 脖习关西 处得好 其他我忘掉了 应该可以拿得到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有点热 对不起 我 有点热 对不起 左邊這個畫真壯 我看到他的皮革面都想到什麼 共產黨大概就是找到那麼多壯的農民 把蘆菲娜給打敗了 然後想到什麼這樣子 那右邊呢 因為我跟老家聯合是1982年 1982年我寫的信 就可以按照我爸爸的信德的歷史 就是按照我爸爸給我的歷史寄過去 我後來聽說這個信是找紅棧布 紅棧布送到他們村子裡 然後他們看到都很緊張 不知道怎麼辦 紅棧布的人就說繼續聯絡這個情況 後來這個信大概很多人可能還看不到 所以右邊這個老先生 我以為他是老先生 後來算了一下 他好像還是我的弟 他輩分算起來還是我的弟 他就 他就 他帶來是這個村裡的知識分子 他說他讀過這個信 他說 嗯 我都記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我大概不肯定能被下來 他說你最後寫了幾句話 特別有意思 因為我最後寫的是 肥語算是給檢察人們看到的 我是說我這個是家姓 幫我爸爸寫的 這是家姓 請你們不要有特別的想法 他就是這樣 後來他說 這幾句話很有意思 這個是那個老先生 不過後來他們家的情況都很慘 我後來幾次去的時候 我真正看到所謂家徒勢力 家裡什麼東西都沒有 當然我能夠盡力給他一些錢 那這張圖裡面可以看到 上面的那個小房子 這個村子裡面 就是親戚很多 都是姓張 然後他們就說 這個房子是我的 就是只要我回來 這個房子我就可以拿去住 我心裡想說怎麼那麼小啊 我怎麼住得小 後來他們把這個房子給拆了 你看 我們倆也待了兩天 兩天都往上 差不多 差不多比這個人還要多 就是在裡面來看 就是真的是看 有一些人呢 他就會 剛來他就問他說 他也是說 回來了 我說回來了 他說 哪兒回來了 哪兒來的 哪兒來的 他問我哪裡來的 我當然說台灣來的 你應該都知道我台灣來的 然後 他說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 我還是回台灣 我後來講了幾次 我才了解 他們問你上一個城市 上個地方 我說應該是親愛的 那下個地方應該是北京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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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回答的一個脈絡 是這樣的 他們其實不太可以看這個事情 他們自己 譬如說走到路上 他們聊天的主題大概都是 就是糧价 今年的糧食而送货的问题 有多少钱 这个是晚上看到的 他们一队人来看 看台湾西齐的动物房 可是大概一大堆应该都跟我聊 我就不知道他们谁是谁 只有少数几个 都是徐晓基老师在帮我记起来 然后我不知道我就问他 他就说那个是你的妹妹 是唐妹 这个是你的 因为我是主角在里面 不大个负担的动物比较重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 这是他们送我的 我们就骑了一个 我们就坐了一个抛拉机 然后坐到惠名的站 好了 后来我们下一站是到北京 在北京 我们找到一个旅馆 是在西遍隆外 我们找到呢 是在我们济南的 我是在买车票的时候 我看前面应该排的是一个排报 我就问他说你从哪来 他是从北京来 我说你在北京住哪里 你北京住哪里 他就告诉我西遍隆外 他就在飞侠饭店 好 那我们一下子就从北京 就这样的很简单 因为进门之后 那个旅馆的服务生一看我们 风尘不苦的 就说住房 我说住房 我说我那多少钱 50块 预复你们住不起的样子 好 我们要住 然后台包挣交给他 哦 台包啊 就没问题 不过当时的住房的设备 我们住的这些也不是太好 热水可能一天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要抓紧时间去洗热水灶 喝了润水 他都有一个烧水桶可以去装 那在北京我们去逛了几个地方 当然那个时候六四之后没有多久 可能就想看看跟六四有关的 我们常常那些阵子常在手机上听到 什么沐西帝啊 什么军国啊 什么公主坟那些议法 就是长江大街沿路上的一些战场 后来我们就去了军国 当然也是跟我们去历史的关系 到了军国我们看到了 他们有一个叫做平 平什么 北京反革命暴乱 就是六四的那个 就是从中共的眼光来看 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 在爆乱期间军车、警车、公共电汽车 被毁损了1280辆 他会把那些烧毁的坦克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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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他们立刻就把这个 康德的观点给呈现出来 而且令我更惊讶的是 在这个馆里面我看到了一张照片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有一个人站在坦克车前 然后他手里也很敬的 然后 就站了一点 那 那 鱼片可能他会移动 然后 他的解释呢 他就是说 解放军连一个手里寸点的人 都不会 呃 不会这个 呃 你啊 呃 呃 来 杀他或者怎么样 不过 不会有点退出 因为绝对不会跟一个 老百姓动手 老师他们就很喜欢这个人 那这边看你一件事了 这些地方我们当然去了 这个名的地方 唐城胡锅桥 这两个地方 唐城他当然要去一个十三里 一大早六点钟爬前去等车 八点钟才开 就听他一直在人家 唐城十三里 唐城十三里 唐去唐回 还有呢我们要去一趟北汤 这个 这个也是 因為北大也是我們應該去拜訪的地方 那我這邊拍了一些照片 巷門口 這個是巷門口 我記得我應該是從這裡進去的 而且進去很順 它有警衛在門口 可是我們按照他們的師生的方法 就是我們借了三輛小車 在北京我們一直都有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到門口我們就下車去進去 然後繼續騎 不管都沒有問題就進了學校 然後學校不遠的地方好像是 好像是有一些黑海報的地方 這個叫做什麼 在六四的時候 就是一堆學生 叫三角地 就是跟六四有關的一些 然後 這一章呢 我很神奇看到 他們一大堆學生就是 你又走 你又走 你又拿一半分 他就打半分 再晚走 走出來 就 沿路就是吃飯 你所看到的學生大概就不一樣 不過還有更厲害的就是 因為騎腳踏車 應該這裡面也有 很好玩 那這個是天安門以前 那個時候是戒員 各位可以看到 然後右邊有這個部隊的港哨 那我們去參觀故宮 然後不能從前面進去 我們要從後面景山那個地方 然後一路往前參觀 然後最後是走到天安門的城樓 這個是天安門的城樓 往底下看 人數就是不是很多 騎腳踏車的人 是不能夠在中間停留的 公車站好像又一站是不停的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屬於戒員時期 那我們就在 真的是花了15塊錢到天安門城樓上 我們似乎是看到了北京市長 一個叫陳希同的 他也是當時也是在旁邊 也是在市場 可是後來隔離了多久 他就被抓了 當然跟我們無關 我們一位去拜訪的 艾恩北先生到院長 當時的北京公車 北京公車大概走 然後走那個長安大街 有一條線一號線 就很便宜 一毛錢 還是五分 我記得很便宜的 這個是第二年 我又去了一趟長沙 是跟我的同學 他們說他們要去大陸 他們也怕 心裡怕 那第一次去大陸 那很多人心裡怕 我爸爸第一次回來的時候 也是經過海關的時候 他說他不是發抖 所以要進來玩 我就帶他們去玩個廠商 然後呢 他們走了之後 我就去北京 我本來是要開始去看大陸 到陝西去看大陸 結果呢 我這個 結果在坐火車的時候 遇人不停 碰了幾個朋友 他說 我們到北京去看書展 我說好啊 結果他們 中間有一個重感冒 然後我也重感冒 到北京之後 我們就住在 叫做 紅西社會敏感 一直在裡面休息 後來 出來的時候 出去逛一逛 然後到了守護劇場 守護劇場 因為我們後來碰到 我竟然在那邊碰到謝偉心 我們到近代史所 去找兩個同事 一個張宏元 一個林滿鴻 他們要去那邊開會 結果我們去找他的時候 他們開會地點 是在門口溝 所以我們就變得 知道幹什麼 後來碰到謝偉心 所以我們變成三個人 就去那邊到處逛一下 那這幾個地方 守護劇場 我們到守護劇場 就發現 他晚上要演出戲 叫做 《退下演員之史》 然後想好 我們就是看 是那個音樂成片 所以 我們在家裡一直看了我們的戲 看到我們他們的戲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守護劇場 我們在2018年的時候 又去看他的博物館 我覺得他們的博物館蠻不錯的 各位有機會的話 可以到你們去看一看 也是不用錢的 看一看近代戲劇的一些發展 還有人物啊 還有人物啊 就是這樣 結果 我就跟那個 陝西社會院 有一個 最右 最左邊的人 我就跟他聯繫 然後請他 幫我 謝謝照片 結果到了 檔案館 結果檔案館的 那個人 負責人 把這個朋友 找進去了 然後他出來就跟我們說 不要管他 不要去看 我說為什麼不要去看 他說 他們說 排胞 怎麼可以來看 那個 就是 你知不知道他的背景 那是不是特務 所以 就很尷尬 所以我完全沒有辦 所以他在陝西的檔案館 不在陝西的檔案館 看任何檔案 而且聽說 重要的檔案 他們都簽到 鳳陽屋的地方 反正是鳳陽 所以 他們其實檔案館 也沒有什麼好東西 所以 這個就很好玩 那剛開始幾天 右邊在 右圖的 右邊這個朋友 聽你講 他是代表 當然也是 先去看答案 可是要 順便要去玩一玩 我們就去了 這個 兵馬俑 兵馬俑 當時的兵馬俑 車子可以直接開到 門口 現在的兵馬俑 要車子開到 老遠的地方 再進去走一段路 走一大段路 或者叫他的電停車 我覺得 我覺得沒引到 那個時候可以 我們可以找個 城牆的作動 然後想讓我們上去 在城牆上 騎駕達車 那我這個姓賈的朋友 是西安西北大學的 博物館 副館 所以他帶我們去看他管的 這個博物館 他這個人很親客 他就把你們的東西拿出來 讓我們把握一下 那裡面的東西都是很貴的 它裡面有個很特殊的東西 當然這個不能碰 它是從 在新疆拉出來的一個 唐代的典型 他說你這個典型 看起來就像香港的典型一樣 那右邊這位小姐 他是在那邊學那個戲 然後我們也跑過藝術社 這也是英國文典 有建立的 也是秦桑 就是秦槍的一個表演場地 然後我們在吃面的人中間的 這位就是秦槍的一個 國家一級演員 當然 這個當時去了以後大概都沒有再去過 這是西安的一些情況 右下角呢 是 是為民 叫做為民調節 當時的情況 第二年 我去看檔案當然也不順 但是後來怎麼樣呢 我就在社科院的朋友幫忙之下 他都一直說 幫忙之下 去看他們社科院的 叫做 社科院的 一個 反正他們的圖書室 去看他們圖書室有什麼東西 當然管圖書室是一個老先生 也不算太老 總是很標難 後來 後來我們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 他可以讓我們看 可是我必須幫他做一點事 就是我回到台灣之後 我必須幫他去找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 社會院海軍的 算是一個士兵 在民國38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軍艦 他的投降 他被捕虜 捕虜之後又放回來 放回來他們就要提供改造了 反共營啊這裡面提供改造 然後他的士兵士就很輕 就是人整個兒變 所以他已經不相信說他還有媽媽在大陸 也不相信他還有一個弟弟在大陸 其實他的弟弟在大陸日裡過的 比他在台灣要過的 我就答應說 我要幫他做個忙 後來我真的回來到那個 在土地雲站那個附近去找 在土地雲站那個附近去找 我站住口叫他 沒有人回 後來有人出來 他這邊老青森叫做 叫他 反正就沒有辦法回來去照顧他 沒辦法 那我在這邊就看了一些印刷品的一些實料 什麼會議紀錄 就是什麼議會的會議紀錄 還有一些地方式的東西 我看不了檔案的東西 那 所以1991年的時候我再去看 大概也只能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抽空呢我就去了一趟聯安 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就看到一些 到了延安就看到一些 跟當年那個 毛澤東革命有關的一些時期 遙洞 還有 毛澤東租的住的地方 這邊都是遙洞 然後呢就認識了一個 年輕 年輕小伙子 就是這張照片 右邊的 站到我旁邊這個年輕人 他是延安大學的社會行業 他在他們的 算是延安的一個黨部做事 我就跟他聯絡 那個時候大陸的 大陸人的 就是他們都很警覺 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是人家介紹的 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他就起電話回 我說我要找某某先生 他一定回答說 哪個人找 那我就把我自己介紹一下 然後他再說我就是 那這樣子的話 他表示說他信任人了 可以接這個電話 我來告訴他一些情形 後來其實我跟他聊得很愉快 我們就坐在延安的 叫做延河邊 去講這個 兩漢的社會發動的話 後來他送我一本 他們編的詩 就是延安大學出版的一個詩集 這是延安的 延安大學的教職員宿舍 全部都這樣做 那這個是寶堂 他們稱呼寶堂山 寶堂山 正好那個 那一年 朋友幫出了一本 《延安的衣服》 那我就給他帶去那個地方 送了人 他的那本書上就是一個寶堂 書名叫《延安的衣服》 那我就在這邊寫了一個影片給他 我跟他說 天氣晴朗沒有定義 他就很動 他就很動 好 我可能 我前面的 原來沒講 我講完了 好像太擁長了一點 接下來我們講 該議檔案的事情 有些部分我可以簡短一些 首先我談的是台灣的檔案 開放還有運用的情形 以前用台灣檔案是蠻不容易的 只有在計時所的檔案之外 比較容易 OK 他說時間沒有多少 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樣 沒關係 因為我把握時間 所以這個檔案的 我當初在報紙上寫了一張PT 那些不開爆發的單位 或者刁難的單位 包括外交部跟一些軍方的單位 所以這是我們當年的一些報紙 那報紙的一些原論 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網路上 大概我自己的網頁上 就是計時所進去 可以看到我這些文章 所以有時候 你不給他們商榷一下的話 他真的不會理你的 如果現在在座的各位 對於在檔案運用方面 現在應該好多 可是還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他們的主管 當然理解 這個我就不談了 像這樣的情形 實際上有一陣子我也覺得很不好 可是我想主管單位 他們也是怕出問題 就把檔案給挖空了 這是第二例子檔案館的證明 還有 我本來想談一下這個運用 因為我到第二例子檔案館 我一進去他就跟我講說 你一定不要超過十頁 那個時候是十頁 那我就跟他說我一頁都不明 因為我很清楚知道說我要哪些東西 我看過之後我就超 超也要付錢 反正他總是有一大堆能力付錢 我後來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沒有批評他們 只是把這些事實寫下來 他們就知道說我在罵他們 好 我介紹幾個檔案館 這個檔案館我們第一個 這個是密西根大學的 檔案阿波 他應該 他這輩子用的叫做 Family is our delivery 其實他是一個檔案館 他說什麼檔案 跟密西根州有關的 第二個 跟密西根大學有關的 他們有一個檔案的簡介 就放在進門口的地方 在這個檔案 看檔案真的很舒服 各位可以看到 有幾位讀者的檔案 這個檔案都是 我們登記之後 要放我們的護照在這裡 然後登記我們要哪些檔案 他搬出一個盒子來 我們來看 然後他會千金二萬組 那個裡面的Folder 次序一定要對 不要把檔案弄亂 他有時候經過會看一看 管理檔案的人 在美國 因為權威還蠻大的 有的時候 他會看看你 在那邊弄亂 或者做什麼不法的事情 這樣子 他比較舒服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從窗子看出去 就有小數目的人 就來走去 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那邊看一看 很有意思 在這個裡面 我所看到的一些材料 比如說 有關於右邊這一位 應該他是一個聯合國 相反對立總署的一個官員 還有呢 左邊是 這個是某一個人的檔案 他叫易嘉序 易嘉序是一個中愛留院院士 他應該是過世之後 他所有的檔案都捐過來這裡 他很多東西跟學術界的一些 我們平常做的一些事有關 而且這些東西你都可以看到 比如說 他憑人家深等 打的成績 這一個人的Asian Letters 你都可以看到 還有呢 就是 給人家的推介信 還有一個 這張呢 就是 上海工業大學 在88年的前委堂 應該是院長吧 給他的 我們去校長給他的信 還有呢 這個是 南京的 清靈語大學的 吳一邦校長 他的 應該算是部分 不是他自己留下來的 是他的一個老師 跟他的通信 還有他的照片留下來的 也是 捐給 他們這個 徒書館 這是我太太 她去那個 這個學校呢 因為我兒子到這邊做了訪問 所以她去看我兒子 然後 去的時候 我跟她說 你到此不管 你看一看有什麼答案 這是她第一次接觸答案 才知道我們歷史 學歷史的人 為什麼要看答案 所以 她就看完這個答案 她比我還有心理 她就寫了一篇文章 講 五一棒這個答案 檔案能看到的五一棒 這個是 聯合國檔案 聯合國檔案的 這個門口 就是 我們都可以申請 申請的 網路上都有一個申請的方法 填一些表格 那你去的時候 他們就調檔案 那全部都是指示檔案 這個檔案在美國 很少弄成數位 我問過林教肌前 林教肌也說 他們不太願意做這個事情 因為花錢不做 說實在 可能一份答案 沒有幾個人看 這個是我在看完檔案之後 走出來的 右邊 其實我是要找另外一張 你找不到 就是有一大堆縣 警察在那邊 因為我覺得那一天 是聯合國大會開會的第一天 所以一大堆各國代表 是從這條路上經過 所以也有很多縣兵 在一個警察在裡面執行 那左邊那個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 應該是 聯合國剛剛落成的 五十個國家 其中的東華民國的國籍 這個呢 這個呢 算是 哥倫比亞大學的長官官 在美國有很多 重要的大學 他都有自己長官官 這是哥倫比亞大學 可是他是在右邊的 然後左邊是他以前的老徒使館 我因為右邊這張好像沒有取到幾個 所以我已經用了對照 那他們都有如何使用的規定 就到哥倫比亞大學 怎麼樣去看 那通常 哥倫比亞大學最有名的就是 我現在可以看到熊世輝的檔案 我各拿了一張 各位可以看到 右邊的這一張 左下角 有一些鉛筆寫的字 鉛筆的編號 這個是北京社會院經濟之所 他們做數位法 他們的編號 實際上 他們自己學校還沒有 就是同意他們去做檔案的照片 這個是美國的文化檔案 可以看 他是在華府的 郊外的地方 那個地方交通並不太方便 所以 我們通常住得很緊 然後搭起車禍過去 這個是一個東西 因為我去找一份資料 跟蔣英國有關 所以我找到一個 就是蔣英國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去訪問過 然後 然後 那一邊的 他們做了一些 美國人做了一些準備 找出來之後 好像花了一段時間 因為他們的 檔案館人員根本不知道 想問我是誰 所以 他們就找了 找到半天才找到 找到之後 我就開始拍照 我拍了大概二三十張之後 就有一個 管員過來了 他就問我說 你有沒有得到許可 那我就說 可能許可 他就給我看下一個小條子 就是解密許可 你不是說沒有 或是說 那你到旁邊去 你去跟他要往上 他就會出一個 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每次照相的時候 就放到一個 這張紙的旁邊 就是 一夜一夜照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剛才照到那裡幾張 經歷給他洗掉 你剛才 你一定給聽話 他們說 你讓你看 很怪的 他們會有 大概 因為他一個 越南間 可能有 五 四百個人 一直在看 所以 會有大概 好幾十個人 在裡面生活 所以 很有權威 這是在英國打案館 英國打案館 他們是 他跟美國 英國都一樣 都是到軍之後 要申請一個證件 一個入管證 那美國 比較嚴格 他是 在美國打案館 是需要 一個入管證 然後 你 好像要 先給你一個 叫做 測驗 不是測驗 是教育 就是 orientation 新生訓練 一樣 看個螢幕 一條一條 列出來 然後 你懂不懂 問你懂 可不可以接受 你懂不懂 你通通 打夜市之後 你才有資格 去申請卡片 然後每一次進門 都要檢查 你身上哪個 帶回地 英國比較好一點 英國比較好一點 他們也是差不多 一個五百人大的 越南間 這是英國檔案 就是這樣的 一個風格 這樣包起來 日本外交使條款 我想去的人 知道的人 比較多 我在那邊 好像沒其他特別事 就跑去 入管裡面 找一本 還有一種資料 所在地 就是在總統圖書館 總統圖書館 我去過的好幾個 可是因為我沒有事前申請 所以我都不能看 這個是羅斯福總統圖書館 你可以看 我是透過一個小窗子 然後看到 羅斯福總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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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 orders 羅斯福總統圖書館 從大方不是氛子福Winds 還能夠建立 這本來是 首先是教会的资料 就是在中国的传教士30年到20年代 他们会把一些在中国看到的事情 或者传教的情形进回到美国 那这个垒下来就在这个里面 当然我在这里也看到一些 跟教会有关的中国籍人士 他们留下一些资料 我觉得还蛮好的 服务也相当好 其他所看到的就是 防卫省的每个日本的公文书资料馆 因为公文书馆的资料 基本上都可以上网看到 我有天就跑来这去拜访他们 我就问他们说 你如果上网的话 你这个办公室还要存在干吗 他们就说 不会啊 有些人还喜欢到我们来看 因为我们附近的餐厅不错 可能有像有道理 所以防卫省的管制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的防卫省跟外交 关卫省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 大概只有六个博士学位 所以他们就是五分之参加 那他里面规定 有些是可以照 有些不能照 他说不能照 因为我有事掉一个日期 他就说那个日期就不好 慢慢操吧 所以他没有自己资料 那胡佛呢 我去胡佛也是因为讲述记 可是胡佛还有其他的文字 就是像我也认了一些 像魏格曼 还有 还有叫做 叫做 也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的 Cityway的 还有另外他们的合作所的东西 那 那 我觉得 在史坦佛的学生 都是很幸福 他们老师规定作业 你就可以立刻去看哪一种 方法管这个东西 他们把这个东西 跟他们的教学生 配合在一起 好 好 对不起 那我就先报告到这里 是不是 谢谢